首先第一個,你們可以從這個上面去找到一些相關資源 就是這個流程把它看過,然後這個流程 check一下沒問題 1、2、3的話就是程式碼,程式碼部分會把它放上去 所以你們如果等一下要看,太小的話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另外就是說,有些同學可能打程式比較慢 如果你們要參考光碟裡面其實有部分程式碼,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拿來copy 那個路徑的話,如果你要偷懶的話,也有一個方法 書上也有光碟對不對,光碟的話是example,好像是example example裡面第四章,你要偷懶的話,可以看到這邊有那個 然後這邊有一個sauce,sauce裡面其實就會有這個東西 那我是建議你按右鍵,不要直接開啟 開啟的話用waterpay來開,會比較有排版 那裡面的話這個是他寫好的程式碼,你也可以拿來參考 如果你實在打得太慢的話,你就會複製貼 但是又怕說你複製貼上會,常常都貼錯位置或怎麼樣 問題還是一樓框,這個是可以參考的 如果你實在打字太慢的話,你可以把它拿來參考一下 好,那我們來看一下,當然上面他沒有註解,也是一個缺憾 我上面都有一些註解 首先的話,我們要宣告,宣告物件 宣告拿幾個物件,就畫面上會用到的,一樣嘛 textView,名稱的話我也叫textView 然後另外會用到那個gatureOverlay的view 那我名稱的話也叫一樣的,就是gatureOverlay的名稱也叫一樣 再來的話,就是說我會多一個,這個就是gatureLibrary 這個Library是什麼呢?手勢資料庫,我要地方放 把我放在roll裡面,我沒有辦法存取,我要宣告一個物件